完全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点二天的一款Matchbox出品的标志205小钢炮 标志205在香港的街头我还真没见过 黄色的小车滚动起来特别的顺滑 车身上面大量的广告的印字 是这个车型参加很多拉力赛留下的印记 各种的赞助商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广告的机会了 我这款右侧的A柱稍微有些弯 应该是小时候某次把耳不小心摔在地上留下的印记了 车头这个地方有一个标志的logo 车轮有银色涂装了 弹性是比较一般的 但是滚动性就是一流 而且在侧面的车身 依旧能看到各种广告资料 以及205的一个编号标示了 侧方来看就是一个特别紧实的性感臀部了 也是我觉得这辆车观察的一个最佳角度 而且后备箱上方的这个盖子是可以掀起来的 里面甚至有一些内构的细节纹路刻画和涂装了 那么在当时的合金小车来讲 有这样的设定是非常罕见的 但是这盖子就没有任何锁定 晃起来是比较松散的一个感觉 底盘的明文信息也是在诉说着这辆车的历史沧桑感 1984年1比55的一个尺寸 那么当时的合金小车 其实这个尺寸比例是并不统一的 所以摆在一起和现实中车辆的这样一个大小对照 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 最近做了几期合金小车的视频 都是自己珍藏多年的老货 放在视频空间 也算是对他们一路陪伴的一个交代了 回想起来他们确实陪我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也确实静静的听了我不少的自言自语 握在手里 感觉似乎没有小时候来得那么杂手了 但依旧还是那么踏实 那么满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